神圣的教诲 抛弃了 说他是迷信 圣贤人的教诲 那过去了 不呵护时代 不呵护科学都不要了 毫无忌惮 任意去坐卧 能理道德不能规范你了 法律也不能规范你了 政府也管不了你了 皇帝对你也无可奈何了 最后怎么办 最后是山河大地 他生气他来报复你 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们 细度这些大臣警教 对这些阴阴古古事情 全都搞清楚了 都明白了 众生的共义 没办法 我们给他讲 他也不听 但是我们天天还在自己讲 佛度有缘人吗 我们用电视 用网络 到这个时候 他打开这个频道 来收看这有缘人 真的明白了 回心 你相信 再不敢 做恶了 别人对我不好 我也会不在意 原谅他 不能跟他做对 跟他做对 这个渊源相报 没完没了 不是好事情 不如一笔勾销 这个多自在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通通一笔勾销 他们都是无上 他们都是我的恩人 为什么呢 替我笑业障 好似啊 提升我自己的境界 瞬间 善与 不其贪念 逆境 我以 我缘 不生 晨慧 永远 保持自己的 亲近 平等 这就上升了 不断上升 所以他们是菩萨 视线这个境界 帮助我提升 如果你是无聊 顺境 你就起了贪心 卧境里的晨慧 那那些人就是母 为什么呢 他把你送到地狱去 外头是不是真有佛有母 没有啊 我们一念 正确的态度就这样 他都是父 要是反常的态度了 怨恨对待他 他们都是母 所以境界里的 无父 也无母 母是自己 我们的善悟的念头 我们善念起来了 全是父 我念起来了 全是母 母不在外头 在你心里头 天天接近佛法 天天学习佛法 整个宇宙全是父 一个魔 也没看到 如果离开佛法了 你也看 跟这个社会去学 他现在这个电视里头 这啥道盈望 暴力色情 你跟他们学的是吧 那你六根接触 全是母 要懂这个道理 真高明白之后 我们的心态恢复正常 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 无不是 佛菩萨 阿罗汉 基督师就在哪里 就在此地啊 当我们自己功夫还不够 没有这么深的定力 没有这么好的智慧 来转变我们的境界 那怎么办呢 少接触 负面的少接触 正面的多接触 犯爱众而亲人 佛菩萨是仁慈 宗教里面神圣是仁慈 那些神之人员是仁慈 跟他们多亲近啊 向他们学习 那就好啊 在现前这个时间 我们还是过一种 非常幸福 圆满的 人生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 共业里头有别业嘛 别业里头有共业了 如何化解 接纳 对自己来说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知处 对自己老实念符 用持名念符 按活到庙 对社会一般大众 决定要修六合计 自己学谦卑 学恭敬别人 因为 感谢观看